風水格局要不好 居家安全擺地 進來這邊吃飯 然後這個地方 首先是一個大關卡 階梯寬度不一樣 第二個是 顏色暗製 不小心的話會踩空耶 有一個阿姨啊 愛玩家做客不小心踩到 跌倒 然後腳都中起來 家裡只要有一點點 你想要居住安全的 對風水不好吧 對 委託人家裡格局的設計 處處是驚奇 就連我們主持人都差點遭殃啦 有點累積了 會誰講習慣就好了 那邊是什麼 哇 太害怕了 這是用的回風啊 回風 所以很多類似這樣的房子 大家基本上在家的時間 就會變傷了 小孩對於周遭環境 會有敏銳的反應 而委託人一加入住後 小兒子總是實時處於恐懼的狀態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天啊 這個地方 怎麼感覺這樣陰生生的 媽 妳這麼早還沒來 怎麼這樣 這是什麼 還會定罪 夠病 我 妳怎麼進來了 妳在幹什麼 這好臭 她誰戴過 超臭的 這個妳問一下這個 沒有 她的地鐵嚇死我了 對 她怎麼這麼嚇 很嚇 這個地方怎麼感覺 就是很喬 妳怎麼沒打 她隨便這一看也知道是玩具 可是我從小就是 都被這種鬼片嚇到 而且家裡也曾經鬧過鬼 所以妳現在還是有隱隱 只有新的鬼 妳還是會怕是不是 這是新的鬼 對 因為我只怕舊的 新的妳不怕嗎 新的我不怕 真的嗎 對 因為這是新的 站在那裡 嗨 嗨 這真的不可怕 這是新的 而且後來又有精神尖孝 後來就變臭虧 可是我不知道我什麼都怕 反正我膽子也非常的少 我覺得妳跟我們今天委託人 有點像 其實她原本是還滿大膽的 就是妳知道 搬來這裡住了四年之後 她兒子原本是那種活潑開朗 然後超開心的 會愛作弄別人的小孩 結果來到這裡之後 變膽小鬼了 就是變得好像膽子很小 什麼都很害怕 所以連一個人在家也不敢 然後一個人上廁所也不敢 然後媽媽陪 長大了這樣怎麼可以 因為沒膽子 妳知道就會妳知道 就是變得畏畏縮縮的 是 這個跟風水有關係對不對 不曉得 風水跟膽小會有關係嗎 對 當然有關係 妳好沒有 好緊張 我要戴那個面具 妳再一次 好 好 少吃在一起 當然有關係 為什麼 我們今天的這個委託人 好像他的兒子非常膽小 真的跟風水有關係嗎 當然因為一般來說 風水上面來說 有一些環境會影響到妳的心態 比如說周邊的環境 或者是我們講說睡覺的位置 坐的位置 都有可能會讓妳潛意識上面 產生不安定的不安全感 所以不光妳在哪裡都會先怕怕 所以還是有影響 因為前一次就會影響妳所有的決定 是 對 我覺得大家就心存正念 然後今天主要是 趕快幫孫太太解決 她家裡的那些煩惱 因為不只兒子 還有老公有一些狀況 對啊 妳趕快去幫她看一下 對… 來… 好 委託人孫太太 一家人自從入住後 原本在學校 個性活潑好動的兒子 只要一回家 就會變得膽小畏縮 不僅如此 先生在工作上 也遇到許多狀況 年代影響了家中經濟 究竟是怎樣的風水煞氣 連小孩子也能感受到她的威力呢 快看看嗎 妳好… 妳好 妳好 不好意思 妳好 妳好 她一直在那邊 她吃吃的等著我們 對啊 來問妳最清楚 是 這邊住多久的時間 四年 四年 對… 所以這個大概多久的房子 這個房子大概十幾年 也十幾年 對… 那每一戶都有人住嗎 對啊 有…有人住 真的有啊 可是有人住怎麼… 這個好像已經荒廢很久了 就有人住看不太出來 應該是他們很少在出門吧 沒有 就是都 因為在下面都是那個停車場 所以就是比較… 所以他們很少開車 有啊… 就是都鐵門關起來 就是停車場 那最重要是妳搬起來之後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小孩子平常比較… 在學校比較調皮搗蛋 然後回來的時候就會比較膽小 在學校調皮搗蛋 很正常吧 對啊 這很正常 男生… 可是有一次就是在學校啊 然後營養午餐的時候 他就拿那個奇異瓶的藥… 那個水滴在那個湯裡面 然後就全班就不能這樣 所以是加喝墨魚嗎 對… 結果被老師處罰 這加一米了 對… 被老師處罰 對啊… 罰站才是嗎 就被處罰說 下次就不能這樣子 然後就被罰站這樣子 對… 是啊 教室有一點屁 還滿調皮的 對啊 那說了這樣 很好喔 那不行啊 所以會擔心啊 是 那妳說他在學校這麼活潑 然後在家裡怎麼樣 就回來 回來的時候就變成很膽小 就是有時候回來的時候 會請他先 自己一個人先去開熱水器 就是到他自己不敢上去 就要我們陪或是姊姊上去陪 然後都一個人不敢 然後像上廁所 就都要有人陪 真的喔 對… 那他有跟妳講過說 他為什麼不敢自己一個人 他是沒有…就是很膽小 搬進來才這樣子 對 搬進來才這樣子 就變得更膽小 這個可能要看小朋友的房間 還有家裡的狀況 那還有聽說先生的狀況 也不是很好是不是 對 就是之前 做什麼生意 他之前是在那個紡織業十幾年 然後做那個現場經理 然後就是搬進來沒多久之後 就變成沒有工作 是嗎 對 就沒有工作 然後就換… 你是用整個紡織工廠就倒了喔 對… 真的假的 本來做十五年好好的 然後做到經理了 對啊 就是經理 對啊 然後就是… 對啊 工廠就倒了 然後就是變成找另外工作 做那個一般的技術人員 對啊…就是變得… 那薪水有影響嗎 有…就薪水 他之前的比較多 現在就是要在輪班 之前大概多少錢薪水 都蓋五萬多吧 我已經做到經理了嗎 對不對 那現在等於是… 對啊 兩三萬 一般技術員 對啊… 這樣… 所以全家的收入 只有靠先生一個人是不是 我是也有上班 對啊 就是要雙心 那這裡到底… 孫太太他們家 這裡到底有沒有什麼狀況 不然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好像一進來之後 這個落差就有點大 對 因為一般來說 像很多這種居住環境來說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第一個可能我們從外面走進來 裡面大概都是比較 陰暗的這個位置 其實而且第二個是 每個柱子後面幾乎 好像都有比較適合躲藏的 一個空間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因為光線又不足 然後加上這個環境的關係 會潮溼 對 而且第二個是因為 因為它本身就是 我們講說光線比較進不來嘛 那你小朋友在可能 可能在回來的這個過程以後 就會覺得可能風啦 然後這個陰暗度啦 再加上這種可能感覺啦 那我覺得這個心態上 會受影響 第二個 通常還有一種情況 家裡頭如果是屋子大 但家裡人少的時候 也會有這種情形 比如說這個是透天的房子 可是家裡只有幾個人 小朋友有時候在家裡頭 他不知道樓上還有誰 那這個可能樓下又有誰 所以有時候常常聽到 腳步聲跑來跑去 可是心態上面來說 就會產生不安靈的情況 是 所以就是不要住 太大的衛生園 大沒關係 但是你要讓它感覺 溫暖的那種感覺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從前面一路常常 暗暗的走過來走到底之後 沒有路了 一般來說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五尾箱 其實它就是一個膽大的問題 我車子開進來 如果沒有地方那個的話 基本上它只能倒出去 因為你沒有從原路出去 它根本就沒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對 那以前人最忌諱什麼 我們最忌諱的 巷子到底的時候 是一個死巷 那在一般安全性的角度來說 前面一旦發生任何的一些意外 或什麼的時候 後面的人基本上 我想你這個除了跳到田野流去 應該沒有 這還滿好跳的 就不太高 然後我真的一跳就過去了 而且田地軟軟的 會受傷 可是問題是 我的其他的財產就很難帶去 比如說我開 可能有一台賓士 你可能就開不出去 好 對 就是說它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所以其實他們的前途有點受限 所以這是影響到 他先生工作的關係嗎 我覺得這個是最直接影響到 先生工作的 那怎麼辦 因為就沒有路啊 對啊 怎麼辦 要把這邊那個打掉嗎 其實 可以打掉嗎 不行吧 這沒有路你打掉也沒有用啊 你要開始田裡喔 預防萬一 萬一有需要啊 不行 不行 如果看過類似像這樣 那個 可是它後面下去 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七八層樓高的那種高度 你也不可能從裡面跳下去 所以我們一般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大部分人會在我們的這個一樓的位置 安置這個所謂的山海鎮或乾坤 海底圖叫一山倒海 其實一般來說 不管在哪一層樓 在懸掛來說 對於主人的工作以及事業發展 都會很有加分 所以不一定要掛這邊嗎 不一定要掛這邊 好 那在樓上看一下好了 看你的客廳 好 一樓的停車場燈光昏暗 到了晚上更是陰森詭譎 容易沒有安全感 更有安全上的疑慮 最好時時保持燈光明亮 避免令人產生莫名恐懼喔 而無偽像代表沒有退路 對主人的事業發展 容易造成阻礙 一在門前擺放山海鎮或乾坤太極圖 來化解影響事業運的煞氣喔 森太太真的是我們的忠實觀眾 很感情 對啊 我們最新的這一本 那個這樣做好運一定來的職場 逼什麼 逼聖堡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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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了大概有第八版的吧 大家一定要看 你都看了這一本 真的都說受益 非常多 其實你樓上的風景 跟樓下差太多了 對 樓上看起來就是還滿富麗堂皇的喔 是 就像天堂一樣 對啊 那樓下呢 就像 有這麼嚴重 有耶 就是差別好大喔 對 所以就是你這客廳怎麼 當初就裝潢這樣嗎 對啊 你住的時候就這樣 對 而且還滿高高的 然後空間感很大 但是我唯一現在覺得 比較奇怪的地方就在於 你的門是那一個對不對 對 那出去是 你大門平常走是從哪裡走 我們正常就是 行車停在這邊 然後就直接上來這邊 那就是一般如果說鄰居 他們如果要找我們就是會從這邊進來 還不錯啦 老師 那老師要這樣子看的話 他才會要從哪邊 哪一個門來看 好 很多人因為現在的這個設計方面 因為方便車子停車 所以他可能底下車子 直接停到這個停車庫 可是呢 對 然後再從裡面的電梯走上來 結果大門設置的位置來說 可能都方向會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可能進來以後 可能這邊是從這裡進來 但大門是從這邊進來 但是一般標準上面 家裡的柴位 旺方 文昌 都要從進出的這個主要大門 來做標準 不可以從後面我們方便進出的 那個小門然後後門來做 可是這樣看它好像沒有柴位了 它比較大的問題在於我們 如果觀眾朋友你門打開之後 不管你的正前方 還是你的稍微旁邊一點 如果你可以看到向下的樓梯 它就會遇到一個大問題 也就是柴水進來之後 它有可能就順著樓梯就往下流了 所以就沒辦法拒柴對不對 對 就柴水不拒 不要說柴位了啦 你有耶 有啊有啊 你知道在哪裡嗎 應該是這邊嗎 對啊 那個大門打開 你看這樣整個往下走樓梯 那你這個柴水就是往下流了 對… 謝千里耶 那就變成你左手進 那麼相對的右手就出去了 所以一般如果觀眾朋友 真的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你會發現旁邊 可能還有一點點空間 可是這個時候 這個空間已經不夠了 那我就會建議就是說 也可能稍微 家中錢財一路流光光 如何搶救病入膏肓的彩位呢 風水格局要不好 居家安全擺第一 進來這邊吃飯 這個地方 首先是一個大關卡 階梯寬度不一樣 第二個是 不小心的話會踩空 有一個阿姨啊 她有來家做客 不小心踩到跌倒 然後腳就腫起來 那你只要有一點點 影響到叫居住安全的 對風水不好吧 對 可是這個時候 這個空間已經不夠了 那我就會建議就是說 也可能稍微 隔了一點點的距離 足夠一個人進出的時候 拉一片 像玄關一樣的這個布置 拉出來之後 讓它變成從大門 看不到下去的樓梯的 這個時候呢 前面就會 彩位就會跑出來 然後也不會漏財 要不然你現在漏財的狀況 應該還滿嚴重的吧 對啊 就是因為要繳房貸啊 車貸啊 然後就是都不夠用 有時候還會 月底就不夠用了 還要開銷 所以就是月光組 對 一到月底就花光光 對啊 就都剛好嘛 對 就還不夠 有時候到月底的時候 還不夠用 那怎麼辦 然後就是因為先生 就比較不好意思去借啊 然後我就會去跟家裡的人借 就是 對啊 跟娘家借 對 那爸爸媽媽不會一直覺得說 怎麼 對啊 他就是會 沒有 因為他只是可能比較 比較 面子比較 不好意思去拉下 跟人家借 就是說 都是你借 對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爸爸媽媽不會 氣氣 而且是會去跟哥哥他們借 比較 就是盡量 不要跟父母他們借 讓他們擔心 是 兄弟姊妹 大家會互相幫忙 對不對 對 對 跟他借 對 對 佩珍好多粉絲都跟他借錢 人家很好 不要太可怕 對 如果要借錢 請看這支電話 佩珍一定會 電話 現在還是要跟我借 要不然就說 你出國要不要幫我帶一個紀念餅 很忙 老師 這樣你還作者都不講話 因為我 我也現在想要排隊借這個 真的 老師我才要跟你借發財金耶 對啊 你下次要隨書附贈啦 好 那其實他的這個佈局裡頭 有很多是跟家裡的財運有加分的 比如說你看到 他座位後面就放這個所謂的 牡丹花 花開富貴 對 在一般來說 放在客廳裡頭 主要是 花開富貴的含義 但是一般我覺得影響最大的 應該會 我們提到說 一個羊在頭 最主要的三大要素 提到叫門詛咒 第一講的就是門 因為門決定裡面的財位 旺方 文昌在哪裡 所以門好或不好 幾乎決定了這個家 這個家進來的這個氣好不好 就像我們的嘴巴一樣 你吃進來的東西有沒有營養 嘴巴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門 是 來看一方檢查一下你的嘴巴 這樣講好像壞壞的 沒有要竟然那麼重要 因為它這個玄關 應該做得也很奇妙的 定高之後 然後有高低的一個落差 對 是原本它就這樣裝潢 對啊 那是原本 好啦 這樣子乾淨的鞋子 就是至少不會影響到 對 但是門內門外就差很多 我們先看看門外面 先看到什麼 哇 褲子 褲子 怎麼樣 沒有 就前面剛好 還剛好花圃 對啊 這一戶的前面 其實剛好我的進出門 正前方 妳幾乎雙倍障礙就是碰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雙倍障礙 對 雙倍障礙一定的距離以頭 就幾乎就會碰到 我們現在的花圃 所以它門出來就好像有阻礙 對 你看另外一戶走出來 很寬闊 對啊 對不對 然後它出來是有阻礙 我覺得對面那一支 好像地道一樣的東西 也看得不是很順眼 一支一支 這樣看其實你一打開 有兩個支 三支 對不對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 當然第一個就是 出門在一定的範圍內 不要有這個所謂障礙物 障礙物基本上來說 你想想看 好像我走到會踢到會摔倒 那高一點的呢 有時候就是出門碰壁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這個會對於工作 事業 發展前途上是第一個大阻礙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位置是五尾巷 你看看旁邊那個地方 花圃並不高 但是直接看到 大概就跳在 就是剛才看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所謂田地 你會發現對面的房子 就裝了山海鎮 是耶 因為五尾巷 對 你好厲害喔 我剛剛都沒有看到 那個山海鎮耶 沒有特別注意到對不對 對 可是我一直覺得 這些枯枝啊 這個就感覺這樣 真的是有點可惜 這個地方好像都沒有人照顧 對 對 沒有人在住那種 所以就是完全就是影響到 先生的事業 你剛剛講說前途受阻礙 所以現在做了十五年的工作 一搬來結果馬上就沒有了 對 對不對 而且這是會持續影響的嗎 會持續影響 因為你前面 前方一出去 我就遇到一個石頭絆腳石 當然這個絆腳石就會產生影響 再加上我們六尺五尾巷的問題 那這個就等於說 我們所謂的外列物室 就外面的可能一些風水上的問題 就直接影響到 那等於胸上加胸啊 好多個胸耶 但那怎麼辦啊 怎麼化解 外在的問題比較單純 就是說不管是五尾巷也好 是剛才前面的絆腳石也好 其實用這個水的山海鎮 或乾坤代儀塗 都可以做遺山倒海的動作 跟對面的一樣 對…跟對面是一模一樣 可是你室內也要考量到說 我進來 前面這個地方 因為我是坐高的 那這個範圍有沒有 雙倍張開的範圍 其實不夠 另外進來也不夠 對 不夠 當進來不夠的時候 我外面有阻礙 進來的內部的空間 好像我嘴巴口腔的容量 也不夠 對 嘴巴前面有東西擋住了 沒辦法讓你的財富進來 相對能夠進來收納在嘴裡的 這個地方的範圍也不夠 我們有些人放什麼三角殘廚 用神獸的力量來幫助 這個空間不夠的地方 增加容量 是放這邊嗎 對… 對 它這樣 老師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那它這樣會不會有衝突 因為這個是基督教的 對不對 經文嘛對不對 像我先生啊 再放這種東西 會有衝突嗎 如果牠覺得有衝突的話 那牠可以放比如說 放狗 不是 關了很像狗 不是啦 就是咱們很像狗的神獸 牠可以放一些 比如說牠們信仰的一些 這個所謂的像 那麼面相這個方向 也可以 因為基本上來說 牠也可以等於化解上 門進來萬一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一些影響 好 那我們就往裡面了 我看到你餐廳要更上一盆樓 好 對 瀑布高深的家庭 是喔 來 先拿 關掉 關起來喔 好 你看瀑布高深的廚房 是 哇 不錯喔 好 假設有一種當皇帝的感覺 有沒有 高高在上 是 其實要進來這邊吃飯 它其實變成這個地方 首先是一個 什麼意思 大關卡 戴上衛冥者寶座的感覺 對 你們有發現第一個 它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階梯寬度不一樣 對 它是每一階都有不一樣 是耶 這個比較 最窄 窄 然後這邊比較寬 然後就是很寬 然後旁邊這邊還沒有 對 就是很危險的感覺 而且第二個是顏色 因為太一致了 對 旁邊應該要貼反光 對 不小心的話會踩空 對 因為你可能對於 可能它天天在這房子裡 它比較熟悉 它可能這樣還 它大概知道中間才是那個 可能我們的樓梯 可是一般如果你不熟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一樣 你就很容易一腳踩空 它在這邊住這麼久 就算那個眼睛閉起來 它還是可以下階級的 我覺得真的很危險 說真的 我們有時候 像這種地板有時候還會滑 對不對 如果穿著拖鞋沒有走好 真的很危險 你有踩空過嗎 沒有 就是有一個阿姨 她有來家做客 然後就去廁所 然後出來後就不小心踩到 就跌倒 然後腳就腫起來 對啊 天啊那不好好意思耶 那有時候外居 你知道半年一年不會好耶 是啊 那很危險耶 對啊 你們是沒有這樣 沒有 對啊 老師 我跟你講家裡 只要有一點點這種 有一點影響到居住安全的 對不對 其實都對風水不好吧 對 因為般來說 我們常提到說 一個房子 如果形成一個關卡的時候 那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關卡當然第一個講說 第一個下面是不是高低 是有問題 或者是說可能在進出方面 第二個 我們抬頭看一下 上面它做成了一個拱門的形狀 那基本上來說是這樣 古代來說 古代的拱門其實在於 房子跟房子連接中間的拱 那個所謂的通道 他們會做成拱門形狀 但是室內來說的話 一般就不做成拱門 因為代表家裡頭會退運 也就是當初你們來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可能是經濟重要最好的時候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從你買了進來住以後 開始慢慢慢慢就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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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就很明顯的看得到 它的下滑對不對 有 那你們有真的在那邊吃飯嗎 因為你看你椅子都疊疊起來了 就是有比較少 因為這個關很難過啊 這關的就很難過 要叫大家來這裡吃飯 那這怎麼辦 好 首先第一個拱門的部分 當然大家可以在比較內側的地方 也就是我從飯店的位置來 左右兩邊懸掛 隨著五滴前 那麼來改善拱門 可能會有退運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地板 這個樓梯的問題 就是比較大的問題囉 因為第一個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觀眾朋友 如果你方便的話 我會建議 要跟這個上來的寬度要一樣 第二個 大家有些人他們可能 現在的狀況不可能 馬上我做改善的情況下 有些人就會貼一些比較亮的 可能那個所謂的貼紙 花貼紙 對 把它貼在邊上 讓上下樓層的人 上下的人可以看到 注意到原來那個地方 那個樓梯突然間縮窄了那麼多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避免 剛才提到的 可能像客人到我們家裡頭來 居然會摔倒 或者是扭到這個腳的這個情況 一旦進過這個關卡以後 後面就變好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開始有一個90度 這樣明顯的一個彩位 對 上面那個放著這個 所謂的招材的 紅龍的這種魚的形狀 魚油又是往裡頭油的 那這邊呢 有一般來說 我們這個 對 九如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相對的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很好很棒的一個 彩位 不是 很浪費 對 這個是什麼 人臉啊 人們雕在這裡的是不是 對 不見了 又起來了 這本來是 掛哪裡 那邊的 廚房的 這樣掛是因為妳覺得 妳的大門進來會有穿堂 對 就會看到那個廚房 會有嗎 老師 她就是直接通到廚房 我們所謂的穿堂指的就是 以門拉直線的範圍 有沒有直接對到後面的窗戶 後面的窗戶 沒有對到啊 對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有些人擔心的這個部分 你說那我再斜了會不會看到 再斜的就不算了 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 以門拉直線的範圍 那如果是對到後面的門 或者是窗戶直接出去 才會承認穿堂 但是我們拉接線的時候 第一個他們是錯開的 第二個底部其實是牆壁 這個就不會影響 對啊 所以其實不用過來 沒有關係 對 但是後面廚房就有更大的問題 一山還有一山高 凶猛煞氣還躲在廚房裡 怪異國局駭散王彩華 春光乍仙唱得全程直播 我有點內急 反正講習慣就好 那些是什麼 這是用的回風上 回風 散氣煮人丁不忘 所以很多類似這樣的房子 大人基本上在家的時間 就會變傻 但是後面廚房就有更大的問題 那廚房看起來還滿乾淨的 是啊 而且真的都沒在煮 很少在煮 阿赫 沙拉 廚房最淡靜的問題 是啊 對 照包廁 對啊 照包廁會怎樣 好 我們一般來說 你想想看廁所 既然是排放會晤的這個地方 身體的不要的這個會晤 那麼如果讓它的這個氣場 直接對到廚房 我們吃東西煮東西的這個地方 其實就會很影響 但這個影響還不夠 因為你發現它這個問題 旁邊再加一個冰箱 是 對 冰箱正對過來 這個我們講拉過來 又對到這個爐灶邊上 所以又形成水火蔥 所以它有照包廁水火蔥 那水火蔥會怎樣 水火蔥一般來說 怕夫妻之間會有爭執 爭執是難免的 對夫妻沒有爭執 是啊 然後竹桃萬一神歸合 對啊 可是萬一這個爭執 如果萬一要是跟桃花牽扯上關係 就有關係了 是爭桃花嗎 對 要避免爭桃花 有嗎 有 就是感覺 先生有跟那個一個女生講電話 她是說 沒有 就沒有注意聽 對啊 就會擔心 因為現在她上班跟 上班的是輪班 就都比較遇不到她 就會比較擔心 然後妳說妳是偶爾 偶然間聽到她跟那個女生在講話 對啊 然後是在講話 妳聽不到她們的內容 那妳看她的 就感受妳的表情 就是很開心 沒有啊 妳一定看得出來她有鬼 就是她在講電話 那個脆脆脆脆 妳當然就會覺得她奇怪 水火形成堆沖的時候 水火變去煮桃花 那我們就會擔心這方面的問題 那一旦第一個 為了這個而爭執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麻煩 對 那第二個 因為旁邊都是田嘛 都空曠的 是啊 所以變成每一根電線桿 都很凸出來 很清楚 對 那能像什麼 像會怎樣嗎 電線桿就好像筷子一樣 妳想想看 我如果 我也不要講刀子 妳就想筷子好了 妳這樣站著 如果一直拿筷子 好幾隻在後面戳妳 妳就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坐立難安 就癢癢的啊 不是這樣 癢癢的 好癢喔 就坐立難安 妳像比如說 太太覺得怕先生這樣 她就請妳坐立難安 小孩子回到家裡頭來 可能她沒有安全感 坐立難安 那先生工作上不穩定 坐立難安 那那怎麼辦啊 這麼多隻 當然基本上 比較簡單的方式 當它外面出現 重複出現的時候 下氣的話 我們會用這個所謂的 潛溫太極圖 或三眼症 那麼要掛在 面向外面的這個部分 為了讓妳就是 可以在這廚房 暗暗穩穩待著 當一個安心的女主人 還是要擺一下 要不然總是疑心會生暗鬼 對啊 有時候真的沒什麼 搞不好她就是真的 在跟老闆講話 可是妳看她那臉 妳就會覺得有事 對啊 對啊 對 也會影響自己的情緒 然後搞不好 都會影響自己的身體 對 所以還是要注意 好 那現在就是來 看看她兒子的房間 對 就是我們想要 為什麼會 恢復她這個活潑的個性 對 調皮的個性 好 廁所在廚房的空間裡 形成照包廁 晦氣與食物混雜 容易對家人健康產生影響 移在廁所內擺放土壯黃金葛 加上投射燈 並且掛上門簾 降低廁所的濕氣與晦氣 而冰箱對到爐灶的水火沖 造成家中成員 容易有爛桃花的問題 最好將冰箱移走 便能夠化解煞氣囉 兒子的房間怎麼有粉紅色 對啊 它是 一下子睡這邊一下睡那邊嗎 沒有 它現在跟姊姊睡啊 跟姊姊 對 那姊姊不是已經國一了 可是弟弟就是很膽小啊 然後就是一直巴著姊姊 不要一個人睡啊 對啊 那姊姊也是疼他 就是陪他就對了 對 可是姊姊也想要 自己個人睡對不對 對 國一一定想自己一間房間啊 對啊 已經到青春期了 對啊 我到博中的時候還都跟我阿嬤睡 你沒有青春期了嗎 我直接跳到這一次嘛 對 一般女生一定都到一個年紀 一定會想要 我覺得不管那個年紀啦 應該不管男女 都一定會想要自己的房間 可能是太沒有安全感了 其實他們房間應該是滿多的嘛 因為也是整棟的嘛 所以房間是足夠的 可是現在這個狀況要怎麼辦 好 首先第一個當然我們講說 可能因為小時候大家能夠睡在一起 其實比較有安全感的這個問題 可是他現在變成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當然我的書桌坐這麼長 可能方便兩個人 都坐在書桌上面 可能做功課啊 做什麼 可是你知道嗎 當我的書桌 面對窗戶出去的時候 小孩子心會比較定不下來 因為很簡單 外面任何車子開過去 有一隻鳥飛過去 他都可能會去分心 都會很好 那第二個 因為他整個座位特別長 長到底的時候 不管你坐在哪裡 這一張都叫書桌 書桌範圍內 只要門拉直線會切到書桌 都會讓坐在位置上的人 心定不下來 沒有安全感 但是對男生 為什麼特別影響到呢 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你現在這個站的位置 背後有一個東西 正切在你的後方 不要再笑 這一次肯定不會讓你們嚇到 真的啊 為什麼 你回頭看 為什麼 沒有 整條啊 整條啊 這個就是一個壁刀 對 對 切到耶 整片牆壁切進來 剛好切在整個房門出去的左手邊 所以對這個房間以頭來說 男生的影響就特別的大 當然你有沒有發現 當然其他的問題 包括出門以後 樓梯直接就向下 這個會出現漏差的情況 當然小朋友可能花錢什麼 當然這個父母親就要買單了 可是問題是 壁刀切進來 切到這個房間的左手邊的時候 只要睡在這個房間裡的男生 影響就會變大 嗯 嗯 哇 那怎麼辦 這個住品也沒辦法移 對啊 沒辦法啊 所以其實真的遇到說 可能壁刀切到的時候 一般有些人會有兩種情形 第一個 他也可能懸掛所謂的 我們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門簾 來做一個阻隔 就好像 他如果球丟過來 我用手接會很痛 那我是不是加個手套 沒有真正的那個棒球手套 至少一般的布手套或什麼 都能夠減輕他的力道 所以至少第一個 我可能懸掛門簾 那但是第二個 如果說他想要再加強的時候 那麼在壁刀正切的位置上 正切到的位置上 抬頭正上方 可以加一個這個所謂的六滴錢 對 擋住他壁刀切到的 這個所謂的煞氣 小孩有了安全感之後就 OK啦 對啊 小孩子的安全感 我覺得現在目前 這已經是小問題 因為他們夫妻之間沒有安全感 那個才是大問題 那就要去看妳的主臥了 對 看妳的主臥 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對不對 很少在家裡跟老公聊天嗎 就是現在因為時間不一樣 所以都很難遇到 因為現在有點空虛疾瘋了 對 妳的都穿高臉 什麼意思 穿高臉是怎樣 那大問題 好硬喔 對啊 身體冷的時候不如新冷 對 我最怕是新冷 那妳穿短袖是 好 我很熱啊 充滿熱情 好 看一下妳的主 好 好 看一下妳的主臥 等一下 妳有點累積 要不要 好 妳趕快去 妳廁所在哪裡 那邊啊 這邊廁所 謝謝 不是 等妳講習慣就好了 我們去日本 她每天都一直上廁所 她每天要上新吃 那妳測試吃妳主臥 對 我們先回來 嚇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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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超級 妳怎麼在那邊 那邊沒送 小姐 妳把人家老婆 不好意思 妳剛剛 怎麼兩間是通的 對 對啊 妳剛剛不是在 從這邊進來 所以它這個廁所 是共用的 回風上 好 好 妳感到 妳們有看到什麼嗎 我有看到 妳有看到什麼 我已經要去收金了 我今天也不能買樂透了 蛤 什麼 我 妳是不是想要浪費 這樣嗎 對 對嗎 怎麼這樣子 很沒有安全感 對啊 萬一如果我這邊沒有鎖的時候 那一開門進來 我就剛好 有沒有 對 準備 而且我覺得另外一個方向來想 我如果今天是妳 我要走進來上廁所 剛好有小朋友在這邊 我也會嚇一跳 對 對不對 這樣子 其實廁所都會有聲音吧 是 就是一直都會有 人家在哪裡尿尿 好 好 這樣是方便 就是說小朋友可以從那個門進來上廁所 然後爸爸媽媽從這裡 通常都是因為是在 就客廳跟房間共有一個廁所 然後就讓它通 可是它這好像跟小孩子的 一起用 還滿奇妙的設計 對啊 就是 那妳要上嗎 對啊 妳現在我們嚇到已經沒有 收回去 這樣 這樣叫起來就先撞了 對 進口的問題 她都送給她 所以它這個廁所的回風 會影響到它們什麼 好 首先第一個一般來說 廁所裡頭這個回風的話 一般我們常聽到 回風 散氣煮人丁不光 那它其實所謂的散氣 當然我們家裡的人氣跟財氣 兩個部分如果氣散掉的話 就是比較大的問題囉 那第二個問題 妳有沒有發現 其實妳這一個門 正對的 馬桶是正對門的 對 那一般來說 我們也比較不希望說 門打開的時候 馬桶是正對著門口 所以第一個 可能要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 是不是盡量把這個 兩邊的門選擇一個 把它給遮擋住 當然我們回頭想 這個樓層裡頭有小朋友 可能有我們 雖然這一頭 那如果我遮了外面的門 那小朋友上座的便 通通要跑進來 對 那這個反而比較不方便 那不如把房間裡的門 可能關起來之後 用外面公共的門 這樣的問題就可以解決掉 就是先生太太也從外面 對 對啊 就選一個就好 這樣會引起 那個夫妻的生活 會比較受干擾 對 對不對 對 在風雪來講也不好 對 風雪上面其實就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回風善氣 主人丁不旺 這個地方 會直接影響到家裡的人氣 包括可能先生 因為小朋友太小 小朋友小 還是沒有地方跑 所以會回來 可是先生是大人 大人就有地方跑了 所以很多類似這樣的房子 大人基本上在家的時間 就會變傻了 你說大人有地方跑 說孫太太眉頭一皺 覺得事情並不單純 是 滿嚴重的唷 好像不只是這樣囉 房間裡面還有其他格局 也是會讓事情不單純 夫妻感情熱鈴重大口驗 一一種出討人宴的臥房殺氣 說大人有地方跑的時候 孫太太眉頭一皺 說大人有地方跑的時候 覺得事情並不單純 是 滿嚴重的唷 好像不只是這樣囉 房間裡面還有其他格局 也是會讓事情不單純 是啊 就像我現在從那邊 一再走進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剛走進來 有沒有發現旁邊 這個到晚上的時候 應該有時候也會反光 對 所以一般來說 因為鏡面的部分 它會反光 那麼基本上會讓睡在床上 比較潛意識不安定 沒有安全感 第二個是 我如果一進來 剛好小朋友在那邊玩 你一看就突然看到一個 人的臉在那裡的地方 你一定會嚇到 你們家好刺激喔 是不是 到哪裡都會嚇到 所以基本上會造成 住在裡面的人潛意識不安定 這個就沒有很難避免 所以就把它貼起來 我倒 對 第一個我是建議說 不管它用裝潢 或整個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盡量把它遮起來 不要這麼多的鏡面 你看 通通都是 全部都是 對 都容易照到 但是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可以用擋的擋掉 但是後面還有個更大的 可能影響前衣食不安定的 是擋不掉的嗎 這個比較簡單 我覺得後面那一個 我覺得我們後面這個比較麻煩 落地窗 其實真的採光是滿好的 是啊 可是好像窗太低了吧 窗戶很低 而且你對面好近喔 是啊 好像很容易春光外泄 是不是 對啊 所以我們都把這個門臉 窗臉都拉起來 對 我看對面也是都拉起來 因為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的窗戶低的這個部分 要記得不能可以比我們的床戶還要低 你可以看到外面這一片呢 直接是比我們的床還要更低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我站在一樓的位置 如果我的高度夠高的話 我可以直接看到你躺在床上 好 那這個時候就會造成 睡在床上比較沒有安全感 當然其實更大的問題應該是 這個地方這麼低 你有沒有發現旁邊像開了窗戶 對 其實你要擦那個窗戶 或靠在邊上都覺得很危險 所以它現在那個外面的落地窗 如果暫時沒辦法改 它可以先用板子什麼 把它遮起來嗎 對 板子喔 就木板貼起來 木板啊 或者是什麼 不透明的貼起來 對啊 可能就會覺得好 因為有人他可能就是用 比較厚的這個夾板 液上你喜歡的顏色 比如我整個都液成粉紅色 那麼就可以剛好加起來 感覺上就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遮蔽也沒有問題 是 好 那其實它還有一個房間 想要請老師幫忙看一下 就是想要讓女兒住對不對 對 在樓上 就想 好 我們再幫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看適不適合好不好 對 好 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就是剛剛這個兒子的房間 也是這樣子 這設計師有點偷懶 哪一間都做一樣的 沒有 但是就是 只有唯一 就是它就是大概都一樣這樣子 對啊 它連書桌 然後床的這個格局都是一樣的 所以老師如果他這樣來看的話 也不適合姐姐念書 對 為什麼 念書的部分當然我書桌可以縮小 只要在門的直接範圍內 縮減到那個範圍內 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床的部分 其實因為它可能設計方便 就是說 你那邊也可以當床 這邊也可以當床頭 就是轉來轉去都可以 所以它基本上兩邊都那個 這沒有問題 重點當然外面的這個煞氣 切進來的地方 還是大概會在同一個地方 對 所以它其實基本上 對女生來說的話 是完全沒有影響 因為它只切到左手邊 所以觀眾朋友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夫妻睡這種房間 或者是男 譬如不管是兄妹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 姐姐跟弟弟 大部分就是 針對男生的部分會受影響 但女生都沒有問題 對 所以姐姐以後可以住這一間 OK 非常好 可是我剛上來的時候看 不是還有另外一間房間嗎 對啊 有 那一間是客房嗎 那個本來是書房 然後把它當成客房 就是爸爸媽媽來的時候 就是讓她有床可以睡 對 那我們也去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已經可以適合姐姐 我們看一下另外這個房間 這間好大間耶 所以也是跟樓上一模一樣 只是找了那個更衣室對不對 是啊 可是這個客房比主臥是還大好嗎 基本上我想空間 應該是差不了多少 但是因為它有隔間 有裝潢跟沒裝潢就會有差 你一旦空間沒有裝潢的時候 感覺就不大很多對不對 但是她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 因為這樣的一個空間來說的話 你要擺放床鋪或怎麼樣 你門的位置就要考量 那通常觀眾朋友要記得 門開的方向 打開斜對角應該要怎麼樣 要比較深比較 兩邊的話不一樣長嗎 這邊比較短有沒有 這邊比較長 所以門的位置是不是開錯了 這樣子會這邊床的 這個位置變死角 完全看不到門口 房子裡頭 空的房間裡頭是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會以主人的影響最大 所以變成可能主人會覺得 這個房子裡頭會覺得 那怎麼辦 養動物來陪牠 我覺得可以耶 屋大人少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可以養這個寵物 來增加一個這個氣場 好 那我們玩大雞 大增進去 因為你想外國很多那種 住古堡的那種很大的古堡 可是問題是主人兩個夫妻 就算在家兩個小孩四個人 一個古堡那麼大 都是空空當當的 你不知道走到哪邊 會有碰到人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有 比如說羊子狗在旁邊的時候 是來咬小偷的 咬敗人的 然後或者是陪伴主人 或者讓這個房子裡頭 感覺上也比較熱鬧一點 我真的很可愛 超可愛 讓你自己就是分散一下住衣裡 然後再來就是說 讓家裡氣氛變好一點 那我覺得你們兒子 一定也會很喜歡 對 多一個陪伴 也許狗狗可以陪牠睡覺 對 以後就狗陪你兒子睡覺 對 我小時候是狗狗 跟狗狗睡覺 對 因為有狗狗 在旁邊也比較有安全的 對 很好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 是 個案例 對 這很棒 好 所以我們待會就去選狗 真的嗎 還是去領養 有一天 領養可以 對 流浪狗其實很需要一個溫暖的家 對 像你家這樣 有這樣的空間可以養 真的不要浪費了 對 領養狗 給牠很多的愛 對 牠也可以給你很多的愛 很棒 領養取代購買 是 沒錯 好嗎 好 太棒了 所以剛剛找到很多答案 謝謝你們 那 還好嗎 可以 可以 還滿意 滿意 真的 做了 希望你越來越好 好 加油 謝謝 加油